小芳 表芳 军蛊是军乐队的节奏中心 你是怎么敲的 给他示范一下 停一下 全体都有 再多练一个小时 那位同学能说说 你跟音乐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 比方说一段特殊的 被锁定的记忆 或者一个有如神柱的灵感 大家随便说说没关系的 音乐 可以让我在烦心的时候开心 在开心的时候更加开心 很好 那音乐在他那儿 就像是一个好朋友 一个心理医生 还有哪位同学可以说说 老师 我觉得吧 音乐 还能让我睡觉 也不错 那音乐对你来说就是安眠药 或者是一个好枕头 大家想不想听听孔大队长 他对音乐有什么见解 实话实说 音乐 好像对我没什么作用 也许 音乐对孔大队长来说 是无足轻重的 可是我觉得 音乐对一个军人来说 他就是一种命令 当冲锋号吹响的时候 他鼓励你不顾一切地向前冲 当军歌奏响的时候 他提醒你应该履行一个军人的神圣职责 去弘扬英烈门 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荣誉 同学们 这次外出交流采风 大家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 这段时间我知道啊 大家的专业课都非常的紧张 但越是这种情况下 越要认真和专心 我发现哪 最近这段时间 集训的气质不够啊 而且比较懈怠 待会儿呢 我就要让大家见识见识 一个小型军乐队的风采 这次啊 可能是去一个教教练团 人家全是高手 比咱们高 当然得跟人家学了 嗯 踏步 一二一 一二一 令金 加油 转 报告秦老师 我们是红令金军乐队 列队完毕 可以开始了 好 对 好 好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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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学们 刚才大家已经听到了 这帮孩子虽然年纪小 但是水平很高啊 别的我也不想多说什么了 我希望大家能够认真地思考一下 好好想一想 好了 下面的时间 是自由结合 互相交流的时间 解散 我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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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哥 你是吹小号的吗 你看出来了 小号是战争之魂 知道这话谁说的吗 不知道 反正是个名人说的 大哥哥 那你能给我吹一段吗 让我学习学习 行啊 你还太小 太难的呢 你也听不懂 我只能给你吹个简单的让你听听 这样 你也来一段 让我听听你有什么毛病 我好教你啊 大哥哥 我有什么毛病啊 你没有什么毛病 是我有毛病 是婚人看哪有毛病 是婚人看哪有毛病 这种有毛病 不是有毛病 呆地猜 是婚人看哪有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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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说一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停电了 你无不无量 那么大的人了 在孩子面前跟耍猴似的 你是个大学生成年人 在比你小的孩子面前 可不可以做个表率 拜托你动动大脑好不好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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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个小的 我来说 我来说 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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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莉莉 你怎么不唱了 我累了 先歇会儿 你们是A族 我是B族 什么时候上场还不知道呢 滕老师 要不然我们都休息一下吧 好吧 白玲 什么时候 轮到你来安排时间了 肖老师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 不敢当 乔乔桑是个很难唱的人物 唱好了一夜重鸣 唱不好 可就要臭名远扬了 你可不要把它唱杂了哟 谢谢肖老师的提醒 你们先练会儿 我先吃点东西 饿着唱没劲儿 我觉得我这样委屈求全 真的很无聊 算了 何必呢 他人就这样 过两天想通了就好了 再说了 何必用别人的错误 惩罚自己呢 好了 走吧 咱们连帮小孩都比不过 人家是从小就练 咱们是半路出家 当然不行了 你们呀 别面自己威风 长别人之情 他们可是小孩子 就是 你们啊 还是不是男人 见了困难就害怕 对 刘晓峰老师教育得非常好 就你里头 瓦解队伍士气 注意点 最后一次下目为例 我 我 各位同学 我们唱这歌 振作一下吧 好 好 咱当兵的人 一 二 咱当兵的人 有啥不一样 真 怎么了 鲁车了 放好了 着火了 去看看 对 去看看 走 新男人 人举特定 着火了 清亮 老虎 太危险了 让那个师父赶快下来 师父 赶快躲开 来 看看 哎 行灵 行灵 不行 快行 让我来吧 嫂子还怀孕呢 行灵 来吧 来吧 行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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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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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小心点 行了 有他们几人就行了 你们干什么 要那么多人干什么 我们也留下吧 大夫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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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医生 没事吧 啊 只要没苦车 这就不大 这样吧 你们呢先去拍个片子 啊 啊 没什么大事 让他先回去吧 你就别管这个了 看你疼得满头大汗的 要疼啊 就喊两句 没人会笑话你 啊 你不是一直想看我的笑话吗 我就不给你这机会了 少来 你现在还开玩笑 刚才 可真把我吓坏了 你要真出什么事 那我怎么向校党委交代啊 你现在可是咱们学校的宝贝 我知道 谢谢 往哪儿走 出门向左 好 谢谢 哎 大夫 他没事吧 估计没太大问题 没有骨折 只是胳膊脱臼了 啊 那多疼啊 医院里不许大火小叫 好 你看这儿 还有这儿 这儿 对对 没问题 只是脱臼 皮外伤 放心吧 好 来我看看啊 放松 放松 没事吧 哎 怎么样 好点了 哎 不疼了 能不疼吗 肌肉都拉伤了 得住院观察两天 千万不能大意啊 还要住院观察两天 对 需要观察观察 哎 哎 你就踏踏实日住两天吧 啊 那你跟大家说一声 你先回去吧 好 李登画光 你们俩留下 其他人跟我回去 是 走 出去 孔队长 咱们轮流陪护 我先来吧 你先来 你一个女孩子家的 搬卖台上的没劲 还是算了 我是女孩 比较细心一点 不像画光和李同 一个丢三辣丝 一个马马虎虎 说得有道理啊 好 这样吧 大家轮流 今天李同 明天你 后点小方 其他人先回去吧 好 回去吧 哎 李同 你可千万别打瞌睡啊 哎 我知道了 头悬梁追刺骨 队长 你放心吧 好 回去吧 是 哎 老孔 你们怎么还没走啊 没呢 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没事啊 我这一住院 这帮孩子就算放了羊了 你想想 咱们那个 比赛的时间 时间可不多了 你就别瞎操心了 军业队有我呢 哎 对了 千万别告诉白灵 我摔成的事啊 他感情比较脆弱 他一旦知道了 可了不得了 他如果一旦问起你 你就说 我们在封闭式训练 放心吧 我安排今天李同志吧 别睡着了啊 是 那我先走了 好 你起来那么早 干什么去啊 我去接班 请教员住院了 肯定很无聊 我带一些书 还有随身听 连橘子都包好皮了 你可真嬉心呢 他手不能动 我只能够 我当然得准备好了 哎 小枫 你帮我看一下 我还有什么没准备的 嗯 没了 你都忙活一早晨了 臭得人家 连觉都睡不好 不可能再有什么忘带的了 哎 当心哪 小心被秦教员的女朋友撞上 又产生误会 就你心耳朵 哪有那么复杂 时生之间 就不能悠有意了 有意 哼 我就不信男女之间 有什么有意可谈 哎 千万别向病中的秦教员 表达有意关怀 男人他不信这个 听你的意思 对男同胞挺有研究的嘛 那是 没吃过猪肉 还没见过猪跑啊 哎 我可告诉你啊 只许有友情 不可以有爱情 爱情在这儿啊 也是不可能的 只要你保持纯洁的师生有益 那大家也就相安无事了 知道了 吃吧 哎 只要啊 你天天给我巧克力吃 我看 爱情也是可以的嘛 李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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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什么呀你 秦教员怎么人都没了呀 你怎么照顾他的 就是早灰灰大睡 我忙活了一个晚上 我就睡了这么一会儿 我 一天到晚就知道睡 来了欧阳 秦教员 李同 怎么不睡了 睡 睡会 秦教员 你出去治疗 怎么不叫李同一块啊 没关系啊 我是胳膊坏了 但我的腿还是能熟啊 坐吧 坐 李同 你回去吧 军乐队还练习 你想偷懒啊 欧阳逊 你昨晚也没睡好吧 今天火气这么大 李同 你先回去吧 告诉其他同学 让他们继续练习 过几天我就回去了 回去吧 回去吧 来 坐 莫阳 秦教员 对了 我给你带了这个电脑 还有随身厅 还有CD 还有这些书 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 这些都是 来 怎么会带来这么多东西啊 不多 我还想尽量周全一点 不知道有没有遗漏的 已经很周全了 秦教员 我们听音乐吧 秦教员 你吃个橘子 谢谢 请问外科病房怎么走啊 上三楼向左 好 谢谢啊 你轻点 没事 不疼 你 你会不会扎针啊 我会不会扎针 关你什么事 你怎么连点礼貌都没有啊 你第一针没扎准 连个对不起都没有 你没输过夜吗 多扎两针又不会死人 你这人怎么说话的 你以为病人的手臂 就是练习靶子 随便扎的 叫你们护士长来 没关系啊 欧阳 怎么回事 他不过去扎针 态度还那么差 那对不起啊 你走吧 我来 我来啊 对不起 轻点 轻 秦甲远 我去给你打会开水啊 欧阳 你别忙来忙去的 赶快回去上课吧 今天是双休日 您让我上什么课啊 那 那你也不能把我 当成重病号吧 行行行 只要你不赶我走 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 亮亮 你没事吧 伤得重不重 亮亮 你怎么来了 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来来来 坐坐坐 幸亏孔家臣不会撒谎 我没让老孔告诉你 不是怕你担心吗 这个老孔 你怕我担心 自己还不小心点 你别忘了 你这双手 可是拿指挥棒的 簇簇喇喇喇喇 你要是受了伤 看你还怎么 施展你的音乐才华 看你还怎么指挥你的乐队 这点小伤 立刻 马上 凡分钟就好 再加上你的温柔 我告诉你 以后无论出了什么事 你都要告诉我 听见没有 遵命 我该 谁让你不安分 那个 你那个蝴蝶夫人排得怎么样了 还在紧张排练呢 萧莉莉总是故意不配合我 出我的阳相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想人家生气也是很正常的 她在剧院待的时间比你长 她会格外地珍惜和在乎这个机会 今后想问题 要学会换位思考 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啊 你也不替我想一想 一点都不提连我 我这胳膊都成这样了 我怎么往外拐啊 还开玩笑 这什么曲子 又是长笛曲 好听吧 好听 太奢侈了 能换多少个馒头啊 你懂什么 就知道换馒头 话能给秦教员带来好心情 心情好了身体就好了 知道吗 嗯 不知道 秦教员 我晚上睡觉打呼噜 要不 换李同来陪你行不行 找借口逃避劳动啊 不不不 也可以理解成是关心的 怎么样 你们训练得怎么样了 魏霞姐当临时指挥 大家都特别卖力 您就放心吧 我看是你特别卖力吧 成天跟无知少年似的 围着魏霞姐转 我 我这都不耻下问 多可贵的好学精神啊 可我看你这不耻下问 总像是在骚扰我 欧阳雪 你怎么跟战友说话呢 你也太没有团结意识了 我对魏霞姐的崇拜由来已久 知道吗你 怎么说话呢 就冲你这有嘴滑舌的样 我看魏霞也不会跟你多说话 你怎么知道的 他岂止是不跟我多说话 他压根就不理我 其实你不得了 这话也要 白灵 你的花往在我车上了 替我向你的山伟同志问好 我要去接仙子 就不上去了 谢谢啊 滕老师 又来了 秦 没没没没 秦教员回齐 秦教员也是人的 也有马师前提的时候 回去怎么了 下棋呢 你嫂子来了 什么嫂子 拿药去 行 那秦教员我先拿药了啊 今天没排练呢 在忙也得来看你啊 哟 这是谁啊 街租先登 把花先送来了 一个学员 女学员吧 是 怎么了 ,为什么要送花呀 学生跟老师送花怎么了 你想问什么呀 送花倒没什么 这送玫瑰花 意义可就不一样了 这分明是居心不良嘛 行了 你别多想好不好 人家学生跟老师送花 人家学生跟老师送花 我还得给你家指定 送什么花 你把问题想得太复杂了 那你跟我说 是谁送来的 你今天是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到底是来跟我送花来了 还是跟我送气来了 真霸道 我就是霸道 哎 同学 请问小礼堂在哪儿啊 往那边 哦 那边 嗯 谢谢啊 不客气 正好我也往那儿去 你跟我走吧 太好了 走吧 哎 你是大几的学生啊 大三的 哦 那你还有一年就毕业了 是不是 对 秦凉啊 嗯 这是你嫂子啊 给你煲的鸡汤 来 哎呀 真香 嫂子真是一号女人啊 那当然 不过我是和尚跟着月亮走 借光啊 少来 快趁人喝了吧 你这次的英雄壮举啊 在全市的老百姓中拍手叫好 你也给咱军人挣了脸啊 校党委决定 给你立二奴了 是吗 我还真没想这么多 你说事摆在你面前了 换谁谁都会这么做的 况且咱是军人哪 对不对 养兵牵着用兵一时啊 没想到这一不留神就成英雄了 少了 快趁热把这喝了吧 哎 我跟你说啊 我们是需要英雄啊 但更需要一个出色的指挥 如果下次再遇到这种事啊 让我来 放心 一定让给你 哎呀 真羡慕你啊 羡慕吗 你要是真羡慕啊 就赶紧和我那结婚 别这么老趁着 这结婚了不就有汤喝了吗 包汤啊 不是白领的想象 他歌唱得不错 这个嘛 这找媳妇啊 就得找实惠的 那就得会做饭 会扫地 会洗衣服 会 我看你是话里有话吧 我告诉你 我们是精神鬼餐 那同样一道好极了 等等等等等等 味道好味道好 我说我呢 说我自己还不行吗 怎么样了 没问题啊 来试试 来 慢点慢点 白领 你不会是来看秦亮的吧 他可在医院呢 我不找他 我是来看看秦亮指挥的军乐队 究竟什么样 他呀总是特别骄傲 我想要来见识见识 顺便微服私房一下 我发现哪 秦亮就是个疯子 自己都住院了 还不忘派一个美女间谍过来 就在上面 我带你过去 好 你是哪儿的 我是一大队的 一大队 就是老孔他们大队 对 长这么帅 不来参加聚乐队 我不太懂音乐 那有什么关系 学呗 走 欢迎你也参观聚乐队活动 走 来 进来 好了 好了 那个大家静一静啊 静一静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呢是白玲 是咱们秦教员的女朋友 来侦查咱们军乐队啊 回去好下领导汇报 我来不会影响你们排练吧 没有 现在是自由练习时间 清教员不在 我只好赶牙子上架下指挥 你见笑了 不错 慧侠 这样白玲交给你 你呀带她好好侦查 我呀还要去趟医院啊 你小心点啊 小心吧 你们几个好好练啊 知道了一定好好练 感受一下这儿的气氛 你这么好的形象 不参加军乐队多可惜啊 是 大小谷的怎么是个女孩 她叫刘晓芳 可是个假小子 杨教授的私女 这个女孩是吹长笛的吧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欧阳雪 很好听的名字 欧阳的画画得特别好 同学们私下都叫她小甜甜 是不错 好 大家安静一下 这位呢 是秦教员的女朋友 是非常有名的女高音 我们大家呢 鼓掌欢迎一下好不好 好 好 我是顺便来看着 你们秦教员说你们特别棒 我很羡慕就来了 嗨 白玲姐 你还挺会潘亲戚的 看白玲姐怎么了 大家都是年轻人 白玲姐 我们都没听过原版的歌剧 你能不能让我们见识见识啊 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 再来一个来一个 来一个来一个 看你挺为难的 这样吧 我们就当是音乐交流 我们先来个小节目 然后你再唱行不行 华光 怎么就你话多 好啊 李同 小方 大雄 赵义 毛巾 伤红给我上 其他人坐下 下面我们为大家表演的是 一锅乱炖 十项全能大杂烩 超级麻辣 串串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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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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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试 试试 累死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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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不要 要 要 你有喽 白玲姐 我们的节目表演完了 看你笑得那么开心 应该很满意吧 不仅仅是满意 我非常喜欢 这种音乐形式 充分显示了年轻人的活力 掌声有请我们尊敬的白玲姐 给大家来一个正宗洋春白雪艺术大餐 歌剧选段 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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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唱得不好 大家可别见笑啊 你们想听哪部歌剧 猫 幽灵 猫 幽灵 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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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说的这些呀 都是音乐剧的名字 音乐剧和歌剧 是概念完全不同的 对演员的要求也不一样 猫猫猫 猫哪个头啊 咱们这是听歌剧 没素质 没品味 没修养 你以为是点播歌曲啊 好 原谅他们吧 对不起 没听过歌剧的人就是这样 请您来一个 你最喜欢最拿手的 好吗 好啊 好 那我就给大家演唱一部歌剧 蝴蝶夫人的永叹调 当晴朗的音听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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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 天天在那遥远的海边 遥远的上去的情言 有一只君前出现 秦亮 孔大队长你终于来了急死我了 你这个人呢伤还没养好就急着出院 这万一留下后遗症怎么办 没问题我现在胳膊结实的很 现在上战场都没问题 秦亮刚才有个小姐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说你一定要准时出席千万不能迟到 谢谢 白玲怎么回事 空队来 时间六点整地点歌剧院 节目零五一三五零六一三六二五三 什么意思密码啊 不懂了吧 这叫音乐编码 还得好好学呀 东西在这儿帮我看着点 少来 谢谢 故弄玄虚 什么是零五一三五零六 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 请尊贵的来宾秦亮先生做好 下面有请著名女高音白玲小姐为您演出普气泥的歌剧 蝴蝶夫人的第二幕片段晴朗的一天 你还记得吗 他在这儿的歌像里面是比谘当青 但是更是美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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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非常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乐队已经准备好了 是柏林爱乐乐团 下面我们有请著名指挥家秦亮先生 为白玲小姐特别演奏一曲 《拉德斯基进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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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德斯基进行曲》